全油管最快新闻,七七哈尔学校体育馆坦塌事故夺走11人生命,引发对形式主义安全检查的关注。 事故发生前,教育局曾检查了校舍安全,却未发现屋顶堆放大量珍珠岩的安全隐患。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银川烧烤店和疗传化工厂,事故发生前均进行了形式主义的安全检查。 地方部门应加强对安全隐患的排查和整治,以保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。 形式主义的安全检查已成为悲剧的帮凶,舆论质疑安全检查的效果和公信力。 呼吁进行真实、用心和严格的安全检查,以保障人民生命安全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